而在魏映聪出庭之前 其实鼎心集团还召开了一个记者会 董事长魏映娇 还有魏权的前董事长 也就是魏映聪 另外还请来了第三方的公证人 润泰集团的总裁 尹远良宣布 他们鼎心要全面退出 台湾的油品生产市场 还说要提拨30亿元 来成立实案积极 我先再一次的道歉 深深鞠躬长达五秒钟 鼎心再道歉记者会 魏映聪和二哥魏映娇都出席 开口做出重大宣誓 消费者退后补偿 完全不打折 依照政府 以相关单位的要求 负责到底 并全面退出 台湾油品生产市场 退出台湾油品市场 为了向消费者致意 还要捐钱当实案基金 全台面理计划 风火连天 为家自知 不受欢迎 还找润泰集团 董坐银眼梁帮忙背书 因总裁出面召集专专业人士 组成食品安全革新委员会 监督并指导国安提示各项改善办法 建议一个外行人 帮助的内行人 接下这个不清的单子 就是希望所有台湾人 两岸里面 和全球华人安心 我将出面邀请各方面的实案专家 在鼎心集团的支持而不干预的情况下 针对造成实案危机的各项原因加入深入研究 仅速针对各项问题提出确实可行的建议 与改善的方法 找来公正第三方 当临时实案改善 召集人 希望外界再给机会 只是顶性出包不止一次 消费者早就失去信心 要挽救商与 恐怕很难像身上的白衬衫 瓢得那么干净 记者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